好 現在我們參觀一下 這裡很討厭 這裡就是一個客廳 由電視機到這裡多遠 這裡最棒的就是這裡有個泳池 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有間健身房 這裡就是Scan的廚房 就是做一些沒有油的東西 沒有搖的東西 濕的廚房 炒菜 煲湯 洗衣服 三樓 炸電腦 我想問一下如果要弄一個這個電梯 其實是要不要多少錢的 全部弄到來了 弄到來了一百多錢 是新幣嗎 新幣 新幣 好開心啊這裡 可以燒東西吃 這是我夢想的房子 這種這樣的房子在新加坡 要多少錢才可以買得到 大概 我當時買五百多元 我當時買五百多元 五百多元 新幣 新幣 三千多元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我兒子的房間 你兒子的房間 挺正的 哇 廁所也很大 這裡就是客房 其實很多新加坡的朋友 其實他們都會特意留一間房 是給客人睡的 這一間也是一個超級大的客房 這間是一間我沒有定義的房子 因為實際上八戒一是八戒房 我還要加一間公約銀行 其實如果我在香港買到一層的話 我已經覺得很大了 這裡就是很舒服 很整齊啊 你知不知道在安妮子嗎 我家裡也很整齊 每個人都說 這裡很整齊啊 好 按門鈴 來囉 叮咚 叮咚 Hello 打擾了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們脫鞋子先 好啦 現在是參觀很樂的屋的時候 她是我啊 怎麼認識 唱歌 唱歌是嗎 唱歌 對 剛才她也是住在我家的 對面 對 客廳 客廳 然後我也是 還有一個Belcony 好啊 最喜歡Belcony 這邊還會再起什麼 什麼的 哦 那會高過這邊嗎 不會 因為這邊高興那個 所以要矮 哦 這個超好的 小腳的collection 哦 哇 哇 剛才我去的那個House 是一個Gas 很空的 在香港是很少 正常的就是普通的居民 是很空的 真的很有人用的 對 用到幾 看你的廚房去 看你的廚房去 不小啊這個廚房 很 算在香港算是很大的 真的 啊 你平時會煮什麼 你看到看我的 看我的Instagram 每次就是會煮的 我就拍照 放在Instagram Foodblo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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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如果是condo 在這個區 需要多少錢 呃 最少 1Million 啊 所以就是600 600萬 1Million 左右 哦 可是這邊800多尺 香港也不行 Cesna 對 好了 我們現在呢 參觀這裡的設施 有泳池 當然有gym那些 這裡有三個泳池 這個是 水療的泳池 就是可能 有傷患的人 可能就會在這裡做些 Therapy 這個是bicycle吧 是bicycle 我們去到晚上了 現在是探訪人家的 新加坡政府屋 新加坡的組屋 以前我也是住組屋 好了 新加坡的組屋 好美 哇 哇 我後面 這裡我一定要介紹給你們 所有的 Jordan Fans 在這裡 哇 我可以想像 就是 政府的屋子 就是很大 而且 因為今天我們是看了三間屋 第三間 這一間是 一間政府的組屋 是兩層的 這一間 是進來 大家都說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有特色 很有自己的性格 我沒有去過兩層的HDV 那怎麼樣才可以 Apply 就是兩層的 就一般啊 一般也可以啊 對啊 就是 可是要找 因為比較難找 那它的價錢 還是會 當然一定會比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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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香港 那些政府 已經開始跟廣東一樣 價錢 對 對 這個 它購買的價錢 差不多 應該是 60萬 三百多萬 我好喜歡這間屋 真的 對 我覺得它的kitchen很歐式 彷彿來到倫敦一樣 其實我覺得 看房子 買房子 陽光很重要 因為我曾經住過一間房子 是一樓 我由頂屋住到一樓的時候 真的覺得自己身體有差 運氣有差 雖然不會這麼賴 但是沒有陽光入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屋 身體不好 哇 這裡又是一個 這個角落 很漂亮 又是有露台 OK 屋主要回來了 屋主要回來了 喔 這個房子是多少 可以問嗎 160 400至500 2個 4 其實在新加坡 這房子是很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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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窄 很多時候 政府已經很窄 所以才能買到一樓 對 這個房子是很窄 所以你可以買到 你不可以買到 你不可以買到 再買到 5公元 香港是 1樓 可以我們去到樓盤嗎? 先把房間放進去 介紹你的美麗的房間 好,你介紹一下 這是你的Buster bedroom 不,這不是很粗糙 大家一直告訴我們這房間很粗糙 但很需要 我覺得這裡有寶寶 這裡有衣服 做菜是什麼? 這房間很粗糙 都說了 每個房間有一個房間 政府屋就不同於私人屋 私人屋會有健康、浴室 但這裡是沒有的 他們附近都會有一些地方 總括來說,最抵重當然是政府屋 因為新加坡有些計劃 是很便宜的可以賣給本地的居民 而且它的質素和尺寸都不差 比香港的居屋和公屋 尺寸大很多 外面外牆有些維修也做得很好 因為有些舊的可能是十年才維修一次 有些可能五年就回生一次 其實都保持得很新正 就算你很多錢 你不一定要很氣派去住豪宅 或者不一定要去住私樓 其實我覺得住政府屋都已經非常舒服 當然,身家又再大多些 想住得舒服一點 當然會選擇私樓 或者Landed Property 好像House那些 任由你拆了一層樓 再蓋一個點蓋都可以 甚至像我朋友家一樣 可以蓋上升降機都可以 我們現在是去夜探我舊居 因為以前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是走過在這裡吃東西的 所以我決定要憑我的記憶 看看能否認得路走回家 因為我問了我爸爸 問了我弟弟 沒有一個人是記得我住 哪一座 哪一層樓 所以現在我帶大家 帶大家回我的舊屋 其實不太記得 我記得我會經過這些 街市的檔口 我可以找一條橋 先停一停 先停一停 想一想 這就是你想說的那條橋 那條橋 我記得要過去吃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穿過一條橋 那條橋很吵的 就是這條 OK 我幫你找那個部落的好嗎 因為你跟我阿姨 住同樣的一個部落 好的 謝謝 我同學不同的聲音 以前很少女的聲音 現在變成很成熟 這裏是我之前 有個朋友住這裏 因為我那裏是沒有泳池的 我經常借泳池過來游泳 這裏 現在差不多到了 很有印象 我知道 那時候我記得我游完水 然後很肚餓 就很肚餓 就會過來這裏買東西吃 回家吃 應該是762這裏可住的 我猜 應該是因為我近馬路 而且走進這條路 這個感覺像 好 這個有一個重大的考驗 我覺得是這邊 在這邊 在住房間 好感動 有一種莫名的感動 去班子曾經住過的地方 好像很多小的回憶 回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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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